现在搞明白了 我们上来就去写吧 首先需要一个页面啊 好 写个页面 所以我们早上说了 以后都写GIP面吧 所以我就写 plucts.gip 好 那我们这里边 嗯 我们这里边写个 什么 小二哥书乘 出售 书籍 对吧 出售书籍 那边 好 那我们这里边 有一部分的书 对吧 好 我们第一个书叫什么呀 九银真金 对不对 一起啊 一二五等于 好 一点击是不是去访问一个收了点 对零九下发现 这个request 这下边有一个 好 我们就要秀吧 是吧 然后你到底点了那本书了 是不是一样 这个就是二三四五 第一本书九银真金第二本书叫 一斜剑谱 第三个叫 葵花宝典 第四个叫 这书能让你借一言 这个书 这个书是好书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吧 还有什么呀 嗯 还有什么呀 不出售更好啊 还有什么呀 Android的开发 Android的开发 是吧 一千利 好 就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你一点击这书数据去访问一个收的 那些收的不存在 我们把它给做出来 我们叫修 修Servit 显示商品的 浏览记录的 浏览记录的 Servit的程序 好 CtrlM全屏 好 来进来 我们上来 第一个 所以干什么呀 获得 怎么样 获得当前 点击的书的 ID 或者当前点击的书的 这个 ID ID号 对吧 request 盖的什么呀 Program 你看 你一点的时候 不就去访问这样一个 Servit吗 这个Servit是不是可以获得这个ID啊 就把ID 闯过来 就可以了 好 获得了这个ID 然后呢 判断 你得判断它是否是之前有有无访问记录 对不对 判断之前是否有访问记录 怎么判断呢 如果他之前访问过你肯定给他回写一个cookie 对不对 那我们就得从带过来的cookie 里边是不是找啊 对吧 好 从这个宿主里边是不是找到了一个目标的cookie啊 好 那这个代码是不是又得跟之前一样写一遍啊 所以我这样做一下 我把 我搞一个工具类 明白吧 工具类一般 就是脑要用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把起来工具类方法里边 那工具类方法一般有个特点 一般都是静态的 对吧 好 我们叫find target cookie 好 我们把这个cookie数字传进来 然后呢 这里边写一个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cookie的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叫history啊 所以我们就叫做history 好 这样一个类部存在 我们把它创建出来 好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youtube式包下 对吧 好 这样一个方法不存在 我们把它也创建出来 好 这个代码跟之前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这家 写过吧 好 我再写一遍 if这个cookie是宿主 它等于等于空 然后呢 return 是不是空啊 然后for一起 if这个cookie 点盖条 name equal是这个 传进来的这个name 干什么呀 是不是return 当前的这个cookie啊 就all了 是不是 好 注意啊 有些同学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他容易写错 写出来哪里啊 他这样比啊 你看他 他比什么呢 我们拿下这能比吗 你得cookie点 盖成内母是不是才是个制服犯啊 你这你拿一个地址 跟一个制服犯比 这个怎么能比较呢 对不对 比较肯定是不相准的 对吧 搞清楚啊 好 好 所以这写完了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里 我们就判断 eve这个target的cookie 它等于等于空 说明什么 说明之前没有浏览过 是不是啊 说明尚未 浏览过其他的商品 怎么做呢 哎 对 我给他 那么就回写一个cookie是吧 那我就是第一次访问 就回写一个cookie对吧 那回写的这个cookie的cookie的值是什么呀 值就是值是当前点击的书的id 对吧 所以我怎么做呢 我就这样 你有一个cookie的 cookie 对 你有一个cookie hstorhistory 好 我们写个e 哎 不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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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ide啊 对吧 好 else来 要对 else一种情况 那这种的话 我们还得设置 有效期吧 然后呢 有效 录金 对吧 人家记忆就是cookie sit maxage 60乘以 60乘以244 我就只搞一天吧 可以吧 然后cookie 再set一个pass 是不是 有效录金啊 注意 还有response 得什么呀 add cookie一下 是不是 好 那else说明呢 说明 有浏览过 对不对 有浏览过 那么 就获得 现有的 value值 判断 现有的 value值中 是否 是否包含 当前的ID 如果包含 则说明 你 已经存有 当前的 ID的记录 那么就 什么都不做 对吧 如果 不包含 呢 说明 之前 没有 牛 难过 那么就怎么样 就 将 就 就获得 原有的 什么呀 原有的value 并且 并且 在 原有的 value 拼入基础 之上 干什么呀 啊 拼接上 当前的 ID 对不对 并且我们 刚刚 在跟他说的时候 你拼接的时候 中间 是不是得有个 分割幅啊 我们用什么呀 用 短杠 连接起来 是不是 那最后 我们来看 这里 就是得 target value get value 是不是 获得 现在的 那个value值啊 至于这个value值 长什么样子啊 长的肯定是 什么 1啊 什么5啊 3啊 2啊 什么这样形式啊 那我们 拿了这个value值 我们得去判断 我们得value split一下 split 切割 切割是不是 拿了一个宿主啊 好 拿了这个宿主 我们这样 那这 切割之后 是不是叫 是不是都是 游览过的记录啊 我们把 叫做records 可不可以 records 然后我就去判断 这个records里边 是否有这个 id吧 人家 怎么判断的 如果 有的话 就什么都不做 如果没有 是不是 这才做呀 那就我这样写 if check exist id 明白吗 是吧 我把这个records 传进来 我还把这个id 传进来 那是不是 返回个boel 能跟上我吗 好 点进去 好 那这里边写 写啥呀 写这个 for each 取循环吧 包园循环 records里边 取出来的肯定是一个个的 records 对不对 这是个复数码 这是个单数码 对吧 那如果 这个 records 它 equals 这个id 说明什么 啊 说明之前有 是不是啊 说明 已经有过 浏览 记录 那么就 return 出 是吧 那就return 出 否则呢 你看for新环 没有return的话 那就会return force 对吧 好 那我来看 如果有 还需要做什么吗 不需要做什么 只有没有 是不是才 做什么呀 那我们得判断 如果返回force 表示没有 没有的话 非force 是不是就错了 就会进到这里边来吧 那我们就 进来 则说明 没有浏览 记录 那么就 什么呀 就将 当前的id 听接上去 对吧 怎么做呢 我这样 我再搞一个cookie 啊 那这个cookie 实际上跟上面 是不是一样啊 我要把coup 一边来 答案 那至于这个id 应该怎么样 拼接上去吧 怎么办 它原有的 是个value啊 对不对 当然 如果这样加的不行 这会有问题的 你前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 这个那个杠啊 等一下 我们加什么呢 这 是不是这样 能够到吗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整个代码写完了之后 大家来看 这个代码写完了之后 你还得提示用户 是不是牛奶商品成功 我 你算是这样 该软件 我在口边搞一个超链接A 干什么 返回 可以吧 我这样一下 下1f等一 单文一号 对019下发现 cookie 这下边有一个 poducts.gsp 对吧 好 这里边有中文 我们解决乱码 response.set countertype tags写杠 html 是下 charset 等于 utf-8 好了吧 大家 好 写到这 OK 好 注意 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 这个页面 以及这个 product 这个show service里面 是不是写好了 接下来要干什么 显示一下吧 我们怎么显示 那一般网站是这样的 你访问了那个页面 他那个浏览 替度是不是就在下边显示 对吧 你看 你上边是商品 上边是 你这个网站出错什么商品 下边就显示 你刚刚浏览过什么商品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 我们这 是不是有一个商品的页面 我觉得这个商品的页面 下边去显示 我怎么做呢 这 这是不是那个商品的列表页面 我下边 我写 这个HR HR是不是水平项 我显示一下 你能够过什么商品 我这样写 注意 GSP页面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 加入代码 我这样写 我得 什么呀 获得 带过来的 cookie的 值 对不对 然后 将 值 对应的 书 的名称 显示出来 是不是 你可以怎么做 这样说 嗯 好 我们是不是还得使用cookie youtube 对吧 我刚刚是不是写过一个cookie的youtube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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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l3加写杠一下 注意 这个时候 l3加写杠 好 l3加写杠 你看是不是 有这样一个类 好 注意 这个类 你看一下 上边 上边 我并没有导包 听明白吧 GSP表 这上边 并没有导标 我来 l3加写杠一包 光帮放在这 l3加写杠 l3加写杠 才能导啊 你看 是不是上面就导了 能看明白吧 注意 GSP表 导包 只有这种方式啊 只有这种方式 l3加 写杠 明白吧 要不然的话 你还得自己手中的 把这个给写出来 把它快一些 记一下 怎么样 at加上斜杠 导包 明白 好 然后 这是不是就导了啊 导了之后 你想调查里面方法 fine的 这个target啊 我把这个cookie cookie是 已经内容成定了 cookie是 我们得request点 干啥 cookie是吧 注意 这个时候 我之前跟你们说的 快捷键不好用了 明白吧 今天这是个GN推卖 不好使 怎么办 手动写 或者吧 好 然后找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Hitory的吧 然后这返回的什么样 是那个cookie吧 target cookie 好 然后我们紧接在这里边判断 if这个target cookie 等于等于空啊 说明什么 else又说明什么 对吧 困点空 说明没有浏览 没有任何浏览记录 对吧 那下面呢 就有浏览记录吧 有浏览记录呢 需要显示 浏览的商品的名称 对不对 好 没有浏览记录 我们就跟他这样一句话 我给他打赢一句话 打赢一句话怎么打赢呢 我们之前在写这个的时候 我们说到 既然最基本是没有 那支对象 那支对象 那支对象有一个就叫做out的吧 我们可以使用out.print 去输出数据到英文上 对不起 清零排没有浏览过任何商品 哦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有浏览记录 我们得 获得这个里边的一个 值 对不对 获得了一个值 那这个值 是不是进行一个 value啊 对象 好 拿这个value 这个value长什么样子 1 5 3 4 2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得切割吧 怎么切割啊 还是value 点啥 是不利的 切割按照这个短杠进去切割 一切割出来 是不是拿到一个字符串的 宿主啊 对吧 拿这个宿主之后 是不是得便利这个宿主啊 好 注意这里写 你写for each啊 你发现out的写刚才也不好使 没有 手动自己写 能跟上我们 好 那具体的注意 这是一个这样的 然后你 切割的时候 字符串数组 是不是变成什么 1 是不是这种形式啊 然后5啊 3呢 4啊 2这种形式吧 注意 这个里边 是不是还是字符串啊 那这个字符串你比方说1对应的到底是哪本书 5到底是哪本书 那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 我们就这样做 我先将这个书放到一个字符串数组里边 那你比方说如果取到是1 那说明 那本书是不是那个数组里边的第0个位置的 元素主因增进了 如果说是3 那是不是就是对应的是 科学宝典这本书啊 但科学宝典如果你取到是3的话 你得干什么呀 你得像这个3是不是减1 刚好就是012啊 是不是第二个元素啊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了 book names 第一个是 当然你将这些书你可以放到一个历史的里边 是不是也行啊 明白我的意思吧 放历史的里边也行 这还有呢 葵花宝典 解 Android开发 1000粒吧 好这做完了之后干什么呢 你把这个 你写个alt加print一下 009过的商品有是吧 叫书名 然后加上怎么样 book names 第2 book names 里边第几个呀 是不是这个 Rikers啊 注意这个Rikers 是不是一个制服派啊 我得搞成一个 Intel值对不对 Path 把这个Yakker的传递来 然后再减1 对不对 两只呀 好 一会儿 未来让这好看一点 我加一个B啊 B啊 是不是可以换好啊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上边 我也再来一句 上边来一句 清零 零浏览过的 的 商品 有 有 有 我们也加一个B啊 好看一点 能跟上吧 好 最喜欢的时候 我们来 访问一下 PODUC Products 是不是这样 走 大家看着这儿吧 当然这个有点不太好 对吧 我们把它改造一下 这是不是加个B啊 2 3 4 5 对吧 滑这儿吧 好 我们来看啊 先把这关掉 点 大家看是不是写成 这是不是写成哪个了 好 你看左下角写成什么呀 是不是写成request了 你们刚刚都没跟我说一下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 都要写成什么呀 Cookie吧 我把它改一下 我们选中它怎么办呢 request改成 Cookie Foreb 好 再来刷新一下 好 点击 走 这个 这有点问题啊 我把这个服务器 重新发布一下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好 我们一访问这个service service 最后是不是输出这话呀 对吧 来 我们往后退一下 好 这个debug超时了 debug方式启动就有点不太好 这样 刷新一下 好 你看 这是不是有九云增进了 刚刚浏览过来 我们再点 浏览上面成功吧 好 返回 你看 是不是这书能让你接 然后再点 按照开发一千里 返回 这是不是又有了 并且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在返回的时候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我点击 好 这一次 这一次是不是 由于你刚刚点的这本书 是不是之前访问过呀 你看这一次 他有没有给他回写 新的cookie啊 没有 对吧 我返回 返回我们这里边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 没点过的书吧 我们把这个干掉 大家来看 一二三走 好 成功 你看一下这次 是不是二五四一啊 二五四一回写给 他的这个浏览器了 那下一次他再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带着这个二五四一过去啊 好 我们点返回一下 你就会看到他带过去了 走 点返回 是不是返回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 是不是 Local Cost下 这个工程里边的某一个页面 所以 那这个页面 只要访问这个页面 是不是也会带 呼吸过去啊 点 你看 二五四一 肯定到去 看到没有 对吧 对啊 好 没问题